米兰时装周的上线成功转移了春节档电影的热度 众多明星大咖前往海外参加时装周活动 从顶流到实力派 从流量小花到青衣大花 这一场米兰时装周 虽然没有年前那次的时装周热闹 但看点却不少 比如在机场大发雷霆的肖战 作为顶流小生 肖战爆火以来一直备受瞩目 他的每次出行都会吸引很多粉丝 狗仔跟机 跟拍 这一次他特意选择了深夜落地 结果还是影响了公共场合的正常秩序 一向在粉丝面前非常谦逊得体的肖战 也逼不得以大声催促为追堵截的人 机场的闹剧之后 肖战也如约出现在了米兰的时装周上 这一次他重回稳定的工作状态 微笑谦和 举止大方 一身卡其色的休闲装低调不已 却还是遮不住他身上的星光 这次前往米兰时装周的男艺人不多 除了肖战之外就剩下任嘉伦话题度爆棚 一直以来 任嘉伦都是古装剧造型 大过现代造型 正是因为如此任嘉伦在各种商务活动上的时尚感 其实并不出圈 但这次 他走出了舒适圈 选择了放荡不羁的夹克皮衣 顶着蓬松潇洒的卷发 莫名有了几分欧美帅哥的氛围感 在工作室发出的映照中 任嘉伦肩宽腰窄 大长腿呼之欲出 谁说任嘉伦的现代装造拼不多古装 现在看来 帅哥此前只是没有找对风格 当然 时装周上最吸睛的 始终都是女艺人的发挥 她们的造型更百变 对服装和单品的搭配 也有更多的可能性 只是并不是每一位女明星 都能借着时装周的热度 靠魅力出圈 有时候孵化到都到位了 但身材不够顶 依旧是无效曝光 古丽娜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古丽娜扎在红毯上 可以说是十分用心 她的颜值和身材 在戏里容易违和 但是在红毯上 却能咽压四方 可这次的时装周 娜扎只剩下美貌出众 身材方面 还是差了点意思 这身挂搏镂空裙 性感妩媚 但古丽娜扎 已经受到只剩下骨架 此前的漫画腿 变成了筷子腿 服装设计上 若隐若现的小心机 在她身上 完全没有凸显出来 如今看来 古丽娜扎 也从美艳路线 转战白瘦右的赛道 她对身材过于严格的管理 也的确影响了 这套性感礼服的呈现效果 同样因为身材干瘪 造型翻车的 还有七威 时装周上 七威选择了一套流金半身裙 裙子的质感高级 光泽度满分 但因为本身就没有腰身可言 所以曲线美 就只能全靠艺人的自身条件 恰好 七威就属于身材比较偏瘦的类型 穿上这套裙子的七威像 是被压扁的纸片人 尤其是侧身的时候 就像一块金色的板子一样 从上到下 找不到半点起伏 这就算了 七威还大胆地尝试了尸发造型 时尚感到是拉满了 就是美感实在让人无福消瘦 同样是干瘪 马伊丽的身材 又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古丽娜扎和七威是瘦成了骷髅人 马伊丽则是瘦且颓 身上的肉特别松垮 整个人更像是被缩得七七八八的芒果干 配合这身身V裙 没有半分繁华中灵子的美貌 对比这三位女明星 以下才是时装周的正确打开方式 演员刘涛本身就是大骨架美女 气质型淑女 这次在米兰时装周上的造型 其实有种看不懂的时尚 但是刘涛的身材气质太出挑了 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 就是明媚艳丽的时尚女魔头 穿着黑色的皮衣加包臀裙 就有种蛇仙美人的攻击性 在媒体晒出的图片里 刘涛的脸大气好看 刘涛的身材凹凸有致 绝美的腰臀比配合包臀裙更有境遇感 而且刘涛这双又直又白的腿 不似鼓励那扎那般纤细 但却有种直包机的自然感 到底丰满型的成熟女人有多出彩 看看刘涛和七薇的同矿照就知道了 两人的合照中 刘涛光彩照人 虽然年过四十 但依旧有种神采意义的感觉 至于旁边的七薇 好像个被吸了精气的行尸走肉 有种身体核心里都急需治疗的感觉 除了刘涛 曾黎在这次米兰时装周上的表现也很出彩 作为轻衣类型的东方美人 曾黎是古像加皮像都拉满技能点的大美女 她没有网红脸 没有特别极致的五官 但比例出色 脸上的辨识度很强 不论走什么风格的路线 她都是高级美的代名词 而这次 她一身皮裙亮相 黑色的雪纺料子 夹皮质包臀裙 质感如此为何 在她身上 却净显温柔野性 她随便摆摆动作 就能展现出令人羡慕的腰臀底 镜头浅浅俯视 隐秘的性感 就让人欲罢不能 曾黎不胖 但却属于肉狠听话的类型 她甚至没有刘涛肩宽的问题 乍一看 她高挑纤瘦 但仔细一看 她有胸 有腰 有屁股 S型的曲线途流性感 让人过目不忘 在另一套造型里 曾黎披散着凌乱的长发 眼中满是迷离暧昧 她胳膊纤细修长 窄腰盈盈一握 可视线向下 又是夸张的胯 肉感十足的臀 这样的身材 不光是自律得来的 更是基因所致 在那与小花竞争激烈的当下 其实真正的东方美 还是得在大花的身上找 这次的米兰石庄周 真正吸睛的便是刘涛和曾黎 尤其是二人同框出现的时候 扬眼程度秒杀全场 没有人能拒绝姐姐 尤其是身材丰满的姐姐 更是美到治愈 当然 美是需要沉淀的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还在追求白寿佑 是因为阅历不够 对美的认知不够 他们误以为的骨感 其实干瘪柔弱 穿着再火辣的衣服 都是露了个寂寞 明星看秀 咱们看明星 在媒体的高清镜头下 无美颜无滤镜的生图 暴露了那于明星们 最真实的状态 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 究竟是哪些明星 扛住了镜头 袁珊珊竟然出现在秀场了 她的造型和她的形成一样低调 简单的白色衬衫搭配拼接牛仔套装 与普通打工人的日常穿搭 没什么差别 不过 镜头拉近之后 我只想问 袁珊珊的脸怎么了 原来的她 虽然算不上惊艳的大美女类型 但五官清秀 急剧变十度 可现在却变成了网红脸 笑起来特别不自然 眼角变尖 苹果肌僵硬地向外突出 原本五官的特征一点不见 乍一看以为哪个网红来看秀了 尤其从侧面看 袁珊珊面部变化更加明显 圆润的脑门和鼻梁连接在一块 鼻头下垂又以一种不自然方式翘起 身旁的外国友人都不如她的鼻子立体 看来37岁的袁珊珊也不能接受自己老去 人家伦瘦得快脱向了 上身复古印花皮衣 下身蓝灰色牛仔裤 简简单单却透着别致的时尚感 上短下长拉高身材比例 身高178气场直逼2米8 穿对衣服真的很重要 虽然爆瘦到脸型都快变了 但人家伦的脸依旧能打 五官立体 皮肤细腻有光泽 状态相当在线 看来 那些难产的带波具 对人家伦没有太大影响 七威的自拍和她拍 简直判若两人 在她分享的Vlog中 她身穿紫色毛衣长裙 衬托出完美的身材曲线 戴着墨镜走在街头 一个转身气场全开 另一套流金长裙更显性感 红唇配卷发明艳动人 不过 七威秀场的造型 完全可以用丑来形容 裙子松松垮垮 让七威的身材显得十分干扁 要胸没胸 要腰有小肚子 再配上凌乱和油道发亮的短发 显老又油腻 脱离滤镜后 七威的脸更是灾难 法令纹像勾壑一样长在脸上 面部浮肿 下巴短五官扁平 皮肤松弛下垂等缺点 全部暴露在镜头之下 39岁的他与45岁的刘涛同矿石 甚至比对方还显老 虽然39岁的年纪脸上 长皱纹很正常 但不能直面衰老疯狂修图 照片难免受到吐槽 同样照片的 还有胡线 精修图中的胡线 身穿白色风衣 里面搭配银灰色拖地长裙 身材高挑鲜瘦的他 驾驭这套造型游刃有余 刘苏尔是不显累赘 短发造型利落干脆 像极了叱咤商界的女强人 不过与刘涛同矿石 胡线的真实状态全都暴露了 皮肤暗沉没有光泽 法令纹 抬头纹明显 脸颊暴斗 与精修图中的精气神 完全不一样 对脸拍时 精致的妆容 也遮盖不住鼻翼的黑头和毛孔 但说实话44岁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已经相当不错了 别看刘涛合照迎麻了 不过单人照完全暴露缺点 皮衣配皮裙 踩着绑带高跟鞋 这套造型放在十年前还算时尚 放在2024年 简直吐到吊渣 生涂中的他脸上没什么瑕疵 但妆容与穿搭十分为和 浅红色眼影 粉色腮红和正红色口红 与上世纪90年代影楼偏爱的风格十分一致 而且 生涂还暴露了刘涛55分的身材 这套造型太不适合刘涛了 同样穿错衣服的 还有马依丽 谁能想到 47岁的马依丽 竟然玩起了重金属 镶满毛钉的绸面长裙 脖子上挂着铁链 灰粉色短发 有种赛博朋克的风格 不过裙子松松垮垮 没有版型可言 黑色打底裤搭配黑色皮鞋 上身像叛逆少女 下身像老年大妈主打混搭 她的妆容也让人理解不了 粉红色腮红打满全脸 荧光色死亡口红显老还不好看 马依丽翻的白眼也踢自己无语吧 肖战不愧是顶流 直接碾压全场 一身卡齐色套装 收腰的设计更衬出优越的身材比例 宽肩窄腰向行走的衣架 简简单单就已经赢麻了 不过 造型的完成度主要在于人 他从头到脚都透着一种松弛感 这种气质在内于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 而且 32岁的肖战 一点衰老的迹象都没有 在媒体的不加任何修饰的镜头中 肖战的五官依旧硬朗立体 皮肤精致松弛 丝毫没有同龄人油腻的感觉 即使死亡灯光下的对脸拍 肖战依旧能扛住镜头 挑不出一点毛病 难怪能被那么多人喜欢 不是没有理由 米兰时装周照妖进来了 袁姗姗低调出场 脸部大变样引起热议 其微生图全然暴露缺点 真实状态堪忧 刘涛成合照杀手造型 却很拉胯 看来 明星们看秀比走秀模特做的准备还要多 毕竟这样的场合 每位明星都是焦点 媒体的镜头谁也不惯着 稍不小心 自己的丑照就被发出去了 相较之下 肖战的状态十分能打 要说他是全城的MVP 没人会反对 他的造型几乎没有输过 米兰时装周 还未落幕 刘诗诗 李宇春等人还没出场 不知他们的状态如何呢 按赞订阅